14号宣夜习近平专机抵达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总统总理外长到场迎接 乌兹别克总统有别于在场所有人紧紧戴着口罩 他露出灿烂笑容和习近平近距离交谈 也不像西方领袖急久打招呼 而是直接握手问好 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 习近平除了参与上河峰会 重头戏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 这也是俄乌战争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会晤 CNN报道 因为俄罗斯在战争遭遇挫败 普京很可能向习近平提出协助的请求 俄罗斯官员也透露 两国元首也会针对台湾议题进行讨论 双方在外交上各取所需 疫情爆发后 习近平两年半来首次出访 一举一动全球关注 第一站造访哈萨克时 外媒捕捉到他下机时狡猾画面 习近平步出机舱门走下红毯阶梯 但没几步就没踩稳 习近平当下及时伸手抓住栏杆 稳住身体才没发生意外 接下来不时低头注意自己的步伐 但随后仍放开扶手挥手致意 托卡耶夫向习近平授予精英勋章 习近平接受哈萨克总统授予该国最高荣誉的精英勋章 外媒报道习近平之所以把疫情后首次出访给了哈萨克 主要原因是哈萨克作为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对于大陆能不能顺利推动下一阶段一带一路 有关键地位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敏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